葱,花椒鸡可,姜料鸡片 基本上要鸡的原味 先把水烧到快开的时候下 鸡腿,鸡胸鸡腿的肉都是可以的 就是这种肉比较多的地方就行 家里面呢,小锅小灶 就是小锅小灶的做法 本来是要整就捆的拿进去煮 最后再来剔,对不对?看得好看 效果其实都一样 就要用大锅,锅的碎,没有表 这个是煮到最后一样的鸡肉出来 除非牛的这种大锅 原理来说的就是,汤越少,围越浓 最开始这个料是用小货煮 煮到这个七十度左右的碎,就把它放进去了 因为如果烧开了下来的话 肉瞬间就收缩,倒是口感不对 中火把它烧开 这个是这个加白白根花雕酒 现在就盖到煮完 就保证它在开的样子就可以了 煮的时间根据自己的鸡的大销来看 最后的判断就是搓它,搓它最厚的地方 搓了以后没有水流出来就可以了 我这个煮了二十分钟 你看这鸡汤好漂亮嘛 不可能就拿来丢了这样 所以如果说是香料你放多了 这鸡汤就没用了 你不能拿来煮汤了 直接放冷水里面就可以了 将它温度来剔骨头 冷水跑了,它还在温度的状态下 就回来剔肉了 这个时候它没有嫩 它肉就是松的,很容易就剔下来 如果冷卖了的话你就不好剔了 这些地方都是很好吃的 剔起来有点麻烦的地方 特别是这个柯西串 这个地方的软骨是非常好吃的 它又专门买的这个 哪里炒干锅的都八十 慢慢扣,顺着骨头扣 它里面还有点烫 但是肉不说的 初始是不怕烫的 现在肉还有弹性 因为它是热的 冰箱里面冷卖了以后 它就很紧实的 弄好以后就直接放冰箱就可以了 让它嫩 骨头就放里面继续煮 两边鸡 我的奇怪基本上就是煮这个 骨中买得到的骨 品种可以多一些 骨越多越香 要点鸡汤 这个是要拿来调料的 鸡汤里面加点胡椒 不管是猪骨还是猪柴 都是非常香的 姜 莫种 姜碎 葱 也是弄到里面的姜葱碎 是去味道的 烘油鸡皮这个材 不需要水 它是很纯粹的烘油味道 它也不是太突出葱味 所以葱也不多 就去它的味道 味道基本就在水里面 让它泡一下 这个时候的鸡 轮了以后它就定型了 就很好切 你必须要有这个过程 你煮的鸡 不管是200鸡块 200鸡片 还是200鸡丝 任何 有这个过程它这个肉 它吃起是干香 酸的 不会吃起是这种咩的 这个口感我不晓得分得出来不 如果你鸡刚刚煮好热的时候 没有这个步骤的时候 你拿来吃 它的肉 焦起是 不是这种滑渣的状态 你只要有这个步骤 它就滑渣的 你喜欢吃葱呢 你可以点点葱 我这个鸡是分量 又是拐子头的两份了 煮菌子 这个汤里面要加点蒜 如果你煮菜叶子 就没必要加蒜了 蒜的时候 所有的菌味都是有提权的作用 葱都不用加了 因为煮鸡的手机里面就有葱 但是盐要给够了 再蒜才味得不得盐 鸡汤 姜葱水 鸡 糖 叶 鸡汤再烧水 生抽 这个是不放老抽的 所谓的老抽提色其实是黑色 提色还是要用糖色 除 除是T恤味的 很少 花椒 一点点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菜不突出花椒味 但是有点花椒香 红油鸡皮 顾名思义 这个菜是最重要的东西 只能用红油 可能里面有很多的 辣椒 可可 而且还要用红油把它按到 它如果红油没把它泡到的话 你可以叫它200G 200G一片 它不叫红油鸡 它们的厚重的香味 你可以叫它开到起 像红油鸡皮 但是它不是的 真正那个红油鸡皮的味道 你听你的汤都还在 拔到下面 多焦点哈 让它融化 然后这个料就调好了 红油鸡皮 红油肯定是它的灵魂 这个红油弄好了 你根本就不需要 极精为精 去增加这个血香 或者翻起来说 这红油没弄好 你倒一斤 极精为精 它都等于零 都没这个味道 根本就不是这个味道 你如果味道好看嘛 你可以撒点芝麻在上头 对 我就 啥子都撒点芝麻 啥子都撒点香菜 反而没啥意思了 红油必须要泡起 这个才是红油鸡皮 是 外的朋友肯定看到这就啥子了 肯定就做的好辣 实际上这个味 甜 在主要的 甜香味 微辣 紅油 红油 关键 要学对海椒 鸡皮汤 有鸡皮 有鸡皮 有西兰花 吃开 再见 谢谢大家